如果只透過非同步的學習的話 為什麼非同步學習不好 我告訴各位 所有的線上課程 剛開始推出來的時候 他們都認為是非同步的 為什麼非同步呢 因為非同步的彈性最大 不同時又不同地 所以彈性最大 可是呢 它也是造成drop out rate 最高 因為你都是非同步的話 就是永遠有明天的 你說今天很忙 那明天啦 因為它告訴你說 any time anyway 所以你就有誓無口 對不對 好 所以到最後 你就中錯 你就中錯 因為你就沒辦法catch啦 對不對 好 老師跟你們講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你今天在實體修一門課 像開學的對不對 你們現在應該都在排課表 每週的課表 看怎麼排最好 對不對 最好禮拜五不要排課 對不對 早上不要排課 對不對 這是努力的目標 那好 一旦課排好了 各位 你如果翹了一門課 你是知道的喔 你懂嗎 因為你課表排好了 所以你知道你翹了課 所以就算你翹課 你會內疚 不好意思 whatever 三秒鐘 OK 但是你如果修一門非同步的課 我告訴你 你是沒有辦法翹課的 有誰能夠翹非同步的課告訴我 你如果修一門百分之百非同步的課 你翹課的權力是被剝奪的 因為你沒辦法翹啊 因為你現在沒有學 那就明天學啊 明天沒有學 那後天學啊 by definition啊 可是你是沒有翹課這件事 所以你連那三秒鐘都沒有 這樣懂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中錯這麼高 對 老師在2000年的時候就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我的網路課程 我的網路課程才會一定要結合同步 同步 是這個原因 我發現這個白板這麼好 讓我怎麼不用 懂嗎 所以只有非同步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雖然它彈性最大 然後我就分析 我說為什麼會這樣子 哦 原來 後來我懂 就是說 科技就是會讓人家迷思 因為這個一直覺得它好 其實這只是網路科技的基本特性 就是彈性的優點 你今天修一門課 你要的是彈性為主要目標 那ultimate的goal還是learning outcome是你ultimate的goal 懂嗎 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懂 就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不能只強調這個東西這樣 所以後來 後來人家就認為說 哦 那應該就是混層是最對的 混層學習 那混層像Flip Classroom 也被當成是混層的一種implementation的方式 那像老師說我有六種教室 那這六種教室所設計出來的學習活動 也是混層的方式這樣 所以我就認為同步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我強調的 因為有同步的話就翹課就會知道自己翹了課 所以我們可以在時間跟空間上面 基本上就可以組合 就是說照道理應該是說好的學習環境是 這個全部都加起來 這樣子是最好的學習環境 那這個是簡單 就是說所有的老師跟學生 都應該重新認識教室 也就是說教室不應該只有實體教室 應該還有網路教室 那網路教室有非同步教室跟同步教室 那這個是我多年前的概念 那最近這兩年已經變成七個六個了 這樣各位懂嗎 就是六個教室 六個教室 實體教室 非同步網路教室 同步網路教室 移動教室 社會教室 無手不在教室 就是要Pervasive的Wireless的Sensor 去打造那種情境感知的 我們要來做做一些事